大家好 欢迎来到洋堂主故事会 在提到康乾盛世时 大部分人只会想到康熙和乾隆这两位皇帝 似乎大家都有意无意的忽略了夹在中间的雍正王朝 即便是提起雍正其人 历史爱好者对他的评价也不是很高 其实 单以勤勉来看 雍正足以与其父康熙比肩 比起他的儿子乾隆更是不知道强到哪里去了 康乾盛世中不可能出现突兀的断层 这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 若没有雍正的承上启下 这段长达百年的盛世 但是 恐怕在康熙驾崩后 便要宣告结束了 康熙留给雍正的虽不是烂摊子 但也不是什么大好河山 在康熙时代 清朝的官场 已经出现了贪腐的苗头 留下了一些击毙 雍正上台后 立即对励志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 这世人 皆称雍正 对下属严苛 殊不知 正是这种严苛 让早该在满清 弥漫着贪腐之风 延后了数十年 试想 若没有雍正朝的积累 以乾隆生性浮夸的脾气 这国库中有多少银粮可供其肆意挥霍呢 细读史书上 有关乾隆下江南的记载 哪次的开销不是天文数字 既然如此 为何雍正给后世留下的印象 如此糟糕呢 关于后人对雍正的批判 大多集中在骨肉相残 改造篡位 不得好死上 自从他登基上位 关于他的负面新闻就从没停止过 有人说雍正和他的兄弟们一样 都是图谋权势的野心家 雍正朝几位王爷的惨死 也与他有直接的关系 也有人说雍正在扫清障碍的同时 逼死了自己的亲生母亲 还有人说雍正一生极其试杀 但凡有大臣违反制度 一律处以即刑 正因如此 民间给了雍正一些 不怎么光彩的死因 一种说法是雍正死于吕刘良后人的谋杀 一种说法是雍正被饱受凌辱的宫女勒死 还有一种说法是雍正死于常年吞服剧毒丹药 其实从这些指证里 我们恰恰能看到雍正继位时所面临的形式 在这种形式中 继承大同 雍正难免会做出一些违背常理的举动 历史上呈大事者不拘小节 刑事作风比雍正更肮脏的政治家比比皆是 完全没必要以雍正作为反面的教材 雍正的名声之所以不好 我认为还与他极贪如仇的口碑有关 雍正上位时对财政问题是抓得非常严 但凡涉计到财政的政务 一定会亲力亲为 眼里揉不得沙子 康熙帝留下的国库看似充盈 实则空虚 即便如此 仍有官员从中大捞油水 作为一名心细如发的人 他自然不会容忍这些窃国的盗贼 所以雍正才会加大整顿力度 只要抓住无法对账的官员 一律将其家产插封 赃款追缴 连家人都要进行监控 直接杜绝转移赃款的可能性 对于贪官的子孙 雍正曾说过一句话 丝毫看不得往日情面 众从请托 务必严加一处 追到水尽山穷处 毕竟叫他子孙做个穷人 仿佛震意 一句追到山穷水尽处 让不知多少大老虎下台 其家产纷纷成为国库里的雪花银 不过这国库虽然充实了 但雍正的名声却越来越差 文武大臣对当今圣上忌讳如深 背地里不知是说了多少雍正的坏话 那些被查抄、流放、贬折的官员 自然不会念着雍正的好处 想必雍正在后世的名声如此不佳 也与他得罪了不少名门妄族有关 相比于那些大臣 老百姓对雍正的印象比较模糊 在他们看来 雍正就像是前朝的某位皇帝一样 成立了类似锦衣卫的会考府 为了整顿励志 无所不用其极 这会考府里培养的探子被安插在民间打探消息 这批酷吏成了雍正的耳目 雍正对宫外的任何风吹草动 君了如指掌 在这种环境下 老百姓的日子自然不安生 以至于他们不会感念雍正的恩德 总的来说 雍正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 他的所有政令都雷厉风行 看似牵涉甚广 每次都让无数的涉事者人头落地 实际上却起到了稳定国家 充盈国库的实际效果 历史上曾出现过一位与雍正的作风极其类似的皇帝 他便是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 熟悉历史的朋友 能在他们二人的身上找到不少共同点 后世对此二人的评价也有相似之处 可以说,雍正与朱元璋一样,犯了官怨 所以他们在后世都被留下了残忍试杀等恶名 我是洋堂主,关注我,期期都精彩